近日有网友在社交网站上爆料阿娇老公约炮证据 他称自己有阿娇老公约炮的证据 致其太恶心 做贼心虚删掉了自己的评论 并且筛出了一位女网红的照片 以及阿娇丈夫赖红国视频的截图 该网友指出赖红国在阿娇不在的时候 又开始点赞女网红 关注后并立即取关 并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阿娇一不在身边就开始鬼混 从这位网友爆料的内容来看 赖红国确实关注过这位女网红 该网友还分享了自己给赖红国的评论 但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出轨实锤 只是关注过对方 赖红国身穿睡衣的视频也是好友发出来的 并不是女方 据悉此前曾有知情人爆料称 阿娇和老公婚后一点也不幸福 两个人一直是租房子住并没有买房 并且阿娇婚后生活都是非常拮据 经常外出街活动 周年酒会楼盘剪彩 开夜市的小活动也会去参加 而她老公则是和明媛一起喝喝下午茶 喝朋友聚餐 让粉丝们非常心疼 咪咕娱乐整理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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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荣去世后 他的生前挚爱 唐赫德 曾一度难以走出 失去爱人的痛苦 身居简出 最近一段时间 唐先生明显活跃很多 继日前参加好友生日宴之后 他又亮相 莫文卫母亲的80岁寿宴 近日 正值莫文卫妈妈 何敏仪80岁大寿 在一张现场的合影中 唐赫德身穿深色西装 容光焕发 皮肤和身材都保养极好 显得十分年轻 完全看不出有60岁 在合影中 他拥抱着一个朋友 很温暖的感觉 看到这样的唐赫德 网友们都说 希望他可以早日走出 痛失至爱的阴霾 一股娱乐整理报道